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理事长张维发博士 以及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许培源教授 也在开幕仪式上致辞 在简单荣重的开幕仪式后 接近30名专家学者在会议上进行了主题演讲和论文发表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 本校一带一路与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詹涵伦教授 为会议做出总结 他提到对于本校与华侨大学联办的国际论坛 两地多名学者提出了意见交流 中国的学者更侧重于政策与资助的层面 而本地的学者更加关注在文化与价值观的交流 使得两地的合作达到优势复补的局面 一带一路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 明年又将轮值到中国华侨大学主办 南方电视台 中国豪 梁肥奥 杜兴田 拍摄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